臺灣經典文學作品如果由作者親自朗讀 那真的是更加接近作品精神 最近臺灣文學館就推出系列有聲書 包括高齡九十一歲的中兆正朗讀《魯冰花》 詩人雅賢朗誦紀念揚幻的《純》 非常珍貴 小說家李喬就說 他希望有聲書能夠吸引不同世代的文學愛好者 讓臺灣文學永遠流傳 台灣國寶技藝士陳美珠拿著電吉他 一人分事兩腳 現唱傳統的台語念歌《馬前潑水》 為臺灣文學有聲書發表會揭開序幕 臺灣文學館推出臺灣現代文學有聲書系列 邀請散文家孫大川 簡真 詩人張默 雅賢 小說家李喬 高齡的中兆正等人親自朗讀作品 小說家李喬說 有聲書是因應現代潮流的媒介工具 我們要引到整個我們讀書群來讀我們的演著 我們演著 畫很多我把它說起來講 因為跟一個網路 這個聲音影像進入整個世界 整個世界的過編 現在做有聲書是希望以外有聲書為工具 為手段 拜託把原來的獨奏 寫過來 厚厚的 不曾扯謊的嘴唇 詩人雅仙親自朗讀紀念作家楊幻的詩作《純》 整套有聲書採用國際通用的Daisy系統 結合點字以及整合圖表 幫助視障和閱讀障礙的讀者 那另外我們又想到說有包括視障朋友他們 那怎麼樣去協助他們跨過這樣的閱讀的障礙 所以我們剛剛朋友介紹 就國際通用的這樣的一個數位 它的一個無障礙的閱讀系統 那包括瑞典 美國 日本 這些現金國家他們都已經推行很多年 那我們也這樣子把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在我們這次的有聲書裡面也把它製作 即2014年推出台灣民間文學有聲書之後 現在又推出台灣現代文學 涵蓋小說 新詩 散文 共計20億位作家的聲音以及作品手稿 台灣文學館將陸續推出有聲書系列 吸引不同世代的文學愛好者 我們在這一個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